台東池上香因為金城武為長榮航空拍攝廣告 爆紅大批的人潮都湧入了博朗大道 農民就抱怨造成交通環境等等一堆的問題 長榮航空董事長張國偉知道之後 是特別的到台東向農民來道歉 並且也提出了贊助還鄉巴士 還有認購池上民等回饋方案 而在地的居民知道之後都說 長榮航空廣告捧紅了池上 交通的問題本來就是縣府公所的職責 現在有企業願意做到這一步 真的是要給他掌聲鼓勵了 而國內的電信三雄四G熱戰紛紛打情感牌 現在在遠傳跟台灣大哥大爺 邀請了金馬影帝來拍廣告 不過你看到又有金城武出現了 這個是中華電信他找來金城武 擔任新的形象廣告代言人 恐怕這個景點又要爆出人潮了 國際巨星金城武一生復古造型 扮演作家 這不是最新的電影預告片 而是中華電信請來最新的四G代言人 至少九十分以上 我覺得他們非常敬業 這個你可以看得到 他其實人也非常的 人也非常的謙和 陳三金城武非常敬業 中華電信董事長蔡立行 對最新的代言人很滿意 但中經理聘巨星 代言費絕口不提 記者會議上宣布 四G訊號已經擴大到全台12個縣市 就連離島的金門和觀光地區 肯定也有四G服務 包含離島的金門 還有暑假的大家上山避暑的阿里山 到好一邊泡海水的墾丁 通通都可以通 那年底之前 我們台灣每個縣市 也都會有我們四G新的航竿 另外兩家電信業者 當然也沒有閒陣 遠傳有金馬影帝張鎮住鎮 還拍了十多分鐘的偽電影 台灣大則是請來作家九把刀 爭取年輕人目光 四G大戰熱鬧開打 各家電信業者各出奇招 行銷戰才正要開始 雲丁TV委員會揣新意 猜不到 謝謝大家 請看 我們營友 今天 你們